你的小屋是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佩博公民新聞報 台灣選舉經常可以看得到 到處飄揚的旗幟 有一群志工回收了這些旗幟 把他們製成書包 當成一份禮物 送到非洲給需要的孩子 希望能夠讓他們感受到 來自台灣的關懷 台灣在選舉期間 我們常在街頭看到許多競選旗幟 但選後這些旗幟不條 就會找到回收及銷毀 就學救命團隊發現這個狀況 於是發起了一期助學活動 希望賦予他們全新的任務 那就是非洲小朋友們的愛心書包 看到了許多非洲當地的 語像啊 語片 然後就覺得 其實我們雖然是一個學生 但是我們可以用我們的力量來幫助他們 那我們給的不是金錢 也不是一直投注物資進去 所以舊學兄弟現在做的事情是 幫助他們蓋教室啊 然後請老師教導他們 那我們可以做的是 在他們要去上學的過程中 沒有書包 我們弄了選舉的有這項資源 然後把它變成了一份禮物 然後送給當地的孩子 然後變成一份祝福 鐵皮倉庫裡縫紉機的搭搭聲 及志工們的談笑聲不絕於耳 在這裡 縫紉對許多人而言都是第一次 剪裁布料的手 也因為興奮及緊張顯得微微顫抖 但大家都為了能完成非洲小朋友們的願望 而更加努力 幫助小朋友們 他們那邊真的是物資很缺乏 然後真的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我就能夠參獎就過來 一群傳播科系的大學生為了讓小朋友更認識媒體 他們來到了宜蘭投城的大理國校 透過一輪串活潑有趣的課程設計 希望讓小朋友更瞭解媒體的運作 以及媒體的影響力 新聞它不只是一個新的事件 發現了嗎 今天的課不是國語數學 而是新聞系的專業媒體試讀 其實每天大家接觸到新聞 電視 廣播等等的 其實都是影響非常深 而且都是潛移默化之中影響的 所以我們希望說能夠在小朋友 在還是國小的時候 帶給他們最基本的媒體試讀的觀念 這群學生是世新大學新聞系的 小數苗教育團隊 希望透過所學 讓偏遠地區的小朋友 認識什麼叫做媒體 我希望他們知道媒體可以幫助很多人 但同時也可以毀掉很多事 所以我覺得當他們未來再能夠 再用到媒體 不管是手機 電視 我們應該要先三思一下 他們將課程分為 報紙實作 廣播錄製 新聞播報 和攝影等體驗式教學 讓孩子們了解媒體的運作 在你們說新的小數 然後新的文化之後 第一次坐上主播台 小朋友們難免緊張 但有大哥哥 大姐姐先前的指導 小主播們還是駕駛十足 其實我們也是在為這個可能社會上面做一些事情 也是就可能想要將我們所學到 在學校裡面所學到的東西 有時候可以回饋給一些國小的學生 就可能教他們一些基本的媒體的常識 變相教育一直以來都是社會所關心的議題之一 然而孩子們真正需要的 你我應該多一份關心